柯比先生 所有飛機罹難者 受苦友情 所有病苦者 歐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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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要吃便當了 拍謝 然後 我們法師簡單唸一下二次靈災 我們下午就繼續努力 好不好 阿彌陀佛 爛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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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辦法 像有太陽有空氣一樣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對於這個世間 對痛苦的眾生是那麼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將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維 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接下來請收看佛心花海 日常生活 有阿虎 1996-6234 1996-7224 20123 2 20123 20123 20124 20123 20124 20123 20123 20123 201413 20123 20123 201414 2012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花艺最早的滥伤于汉朝 然后起源于1500年前的魏晋南北朝 然后经历了隋唐五代宋元明清 也就是说我们说到了隋唐是中华花艺的黄金时代 然后到了宋朝就成为中国插花艺术的一个鼎盛期 那我们说明朝是中国花艺的文艺复兴时代 慢慢地进入清朝 因为随着国事的衰败 所以到了清朝就一直到了中国花艺的一个衰尾期 花艺的历史中 我们也可以感谢每个朝代都有它花的一个 所有的传承的一个因缘跟使命 那我们知道呢 中国在明朝的时候是瓶花最盛行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谁要插座的呢 使用一个仿制的一个青铜器的一个花戏 来插座瓶 那我们知道呢 中国因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影响 所以宋明呢 就形成一个理念花的花型的一个成立 那我们一般呢 都会以瓶来做这个理念花的一个标准的插法 那除了理念花的标准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借瓶来叙述插座向心向花 那我们在插花的创作过程中呢 我们说过呢 随着这个花艺的一个变化呢 就是我们又分作 按照作者他创作一个花的一个作品之外呢 就是按照作者的创作心态 我们分为写景理念心向造型 然后我们平常常常都会运用理念 变化或者用写景花来做插座 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瓶来插座一个比较现代的 用古代的花器 但是具有现代气质的一个花材 来插座一种比较属于心向造型的插花的一个创作方式 好那我们一边插一边来欣赏这个整个作品 那各位埃娃菩萨可以看到呢 首先我选用了一些这个世子 因为我们知道呢 中国人自古以来呢 对世子也是特别的情有独钟的 因为世子呢 它象征世事如意 而且呢因为世子呢 有多指多声的一个含义跟象征跟感觉 所以我把这个世子呢 我让它再短一些些 因为这个花器呢本身 它的重量并不是太重 世子呢它又蛮重的 所以我让这些世子有点向外垂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到造型 那造型里面有一个造型叫歇阴造型 就是我们平常很熟悉的 比如说百事合合 那世事如意 然后这样的一个以阴韵来象征的这个含义的 这个插花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现在应用了两颗的世子 然后把它插在这个瓶的上面 插在这个瓶上面 好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先欣赏一下 它让它微微的向外垂的感觉 所以有一点点具有一种象征的 一种含义的感觉 那今天除了这个世子之外呢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些蛮特殊的花 好那这个花呢 是在山中的山里的这个墙壁上呢 不知道是应该也没有人刻意去种它 但是它就自然的长出了蛮多这样的一个 蛮特别的这个花材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虽然这个花去它很有特色 而且很有独具的一种气质 但是我今天有一点点刻意的运用这个花材呢 让它往下垂 往下垂 然后呢也借由这些鲜艳明媚的花朵 然后去衬托这个古铜器的色彩 展现这个花的颜色的一个缤纷 缤纷 虽然感觉上有点可惜把这个 这个 同气的美沙尾做一些些遮事 但是我觉得在两者之间也可以创造出一种 从古典跟现代之间互相的融合的感觉 那也去感受到就是 花的这个缤纷的感觉 跟这个古的气敏之间互相搭配跟融合 然后交错的一种好像穿越时空的一种美感 所以我应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试试看这件作品 那这个花材呢 这个季节会开花 然后它到了冬天之后就会结成一串串红色的果实 那个果实也是非常好看的 他们说叫做宝莲花 好那在应用完这个宝莲花之后呢 我再加上一点点比较鲜艳的色彩 这个是火鹤 火鹤 那我应用火鹤的这个鲜艳的一个色彩呢 来跟这个宝莲花之间呢 做一个结合 然后也跟古铜器之间呢 做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对比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应用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造型呢 是运用植物的点线面块 点线面块 那来做创作 那它可以是一个形的造型 或者是一个色的一个造型 颜色的造型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平常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些同学特别的喜欢这个造型花 那有些同学就会特别的不喜欢这个造型花 他会觉得这个造型创作起来 有点点困难 或者说比较不按牌力出牌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呢 这个造型花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一种花形 那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 因为颜色的一个缤纷 那我们刚刚谈到色彩 那在中国古代呢 有所谓的五大正色 这五大正色就是红黄蓝白黑 那我们知道呢 那个五色俱全呢 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意境 那 自古以来呢 我们在色彩学上呢 有它一套的叙述的理论跟感觉 那我现在有点刻意想要把这一支的火鹤呢 让它把它插高 插高 那我来加一下它的枝干 那我找一个枝干 来加它 好 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下 大家发觉说如果它三支呢 都是有点平平的 那感觉不出这个花形的一个特色 那我可以把其中的一支火鹤把它拉高 拉高起来 然后这个花形就会蛮有它特殊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好 我把这支呢 然后我有一点点刻意的 把这一个花器 让它集中在一边 集中在一边 那各位阿波士尔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一支火鹤 让它跟另外两支的火鹤之间 然后 这个形状 再应用这个火鹤的质干 把它走一下下 让火鹤的面呢 能够表现出来 好 那这个火鹤呢 因为我在上面已经稍微的给它烙了一些铁丝 所以它就非常的好调整 好 那我们在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右边的这个方向 我把它加了一个 加了这几支的这个火鹤 好 那因为它的这个花器的气口呢 还很大 所以我找一支的 它稍微把它从这边稍微把它定枝一下下 好 那我用一支 因为我现在的瓶口呢 它会有一点点 就是还会有一点点动的感觉 所以我找一支小块的一个枯木 小块的枯木 帮它稍微固定一下下 好 那这样就可以稳住我整个瓶口 那因为呢 一个花形 当你的瓶口稳住之后呢 你就擦起花来会觉得特别的顺心 特别的顺心 不然你会觉得那个瓶口一直在动 所以你就会觉得 一直觉得不稳定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枝干把它固定起来以后呢 那我再加一点点绿色的植物来做它下段的一个融合 好 那我现在找一些些的这个羊毛松 开始做下段的这个固定的部分 好 那除了羊毛松之外呢 我再用一支的海鱼 一支的海鱼呢 来做它的这个这个地方的这个色彩 色彩 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了所谓的色彩的造型 那我们说过呢 造型是形以色的一个有机组合 除了这个点线面块之外呢 这个是形以形为主 那色彩呢 我们就可以应用凝度彩度 跟它的色相去做一些色彩的一个运用跟表现 好 好 那各位阿布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用的这个红色的火鹤 红色的火鹤跟黄色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海鱼呢 都是属于高明度的花柴 那我们知道呢 高明度的花柴如果运用在一个像这样子 看起来色彩很斑波 而且很古典的这个花期上面呢 就会产生出很奇特的一种效果 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然后花以气之间呢 就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对比色 好 那我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周围呢 我再来加一个另外一个色彩 那我选用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叫松丛草 松丛草 所谓的五大正色呢 这个五种颜色 嗯就是呢 我们讲说红色跟黑色是一个 是一个对比色 那红色是属于是阳中之阳的色彩 那传统的中国的艺术里面特别注重阴阳观 所以我们说呢 那个阴阳配搭吉祥 好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常常都是以 红色跟黑色作为吉祥色 好 那我给它加几多紫色的这个松丛草花 好 那它交错进格在这一件作品的四周 好 那我们把这一件的那个造型的插画 把它完成了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呢 造型是形与色的有机组合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造型花会有一种比较现代感的感觉 好 但是今天我今天有一个这个古典的一个花器 那创造一个具有 现代色彩的 跟现代造型的一个花 然后我们说过呢 点呢 我们造型是应用植物的点线面块 来做有机组合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这个宝莲花呢 它就是点的元素所组合成的 然后它在这个作品里面它属于是小点 那这个紫色的松虫草 它也算是一个小点的成分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面就是 一般来讲是以叶子为主 但是今天我们的面是用 那个这个火鹤的这个叶片 因为它整个火鹤是一片叶子的一片的面的感觉 所以火鹤是面的部分 然后呢火鹤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枝条呢 它是呈现出现的感觉 那那个柿子本身是一个块体的感觉 那除了柿子之外 我们知道海鱼也是一个块体 小小也是一种块体 但是海鱼所呈现的块是一种比较软直的块 那那个柿子所呈现的是一个硬的块 那包括我的木头它都是一种属于干柴的硬块 那宝莲花呢 它是有很多的点 在形成另外一个松软的块 它是有很多很多的点 所构造出来呈现 再呈现出一种松软块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一线作品中呢 我们也可以应用点线面块 那所构图来形成另外一个造型的一个特色 那不管是斜景或者理念或者星象造型 它无不是让我们在插花的过程中去发现美 那也藉由在发现美中去发现爱 那因为我们看到植物的欣欣向荣的深意 那我们就会感受到对大自然充满的一种爱 然后再把这个移情到人世间 那也对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充满的一种感恩 跟珍惜跟疼爱 所以花艺的创作过程中呢 也是学习非常好的 人性本善的一种思考逻辑 是 对 对 肉瓷肉的颜色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的前面有两只 这样子的一个 铜器的一个瓶 那我们过去在用的很多的铜瓶 都是古典的或者是仿骨的 那这一对的铜瓶呢 它是现代的一个铜瓶 那过去我在插这一对铜瓶的时候 都是用来做佛前的一个贡花 因为它刚好两支一对 那做左右的小的佛看前面的 佛前贡花插起来很有特色 然后我们继续的在做一个造型的创作 那各位阿卜菩萨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去系前面的这个宝莲花 我们让这个宝莲花 因为它这个生态本来就是很自然的往下垂的 所以我们在应用它的时候 刚好让它前后这样子的下垂 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是如果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造型的构图 其实它就已经蛮有创意的 然后就是能够很充分的去展现 这个花材本身的特质跟美感 那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两支这样比较 比较长的这个火焰百合 那我们知道火焰百合它也叫嘉兰 那这种花材呢都非常受到现在很多人的喜欢 因为它感觉上蛮现代感的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花材本身呢 就是很喜气的感觉 所以好多那个婚礼 婚礼很多人都会用这个 特别喜欢用火焰百合 然后来做这个婚礼的会场的布置 然后我让这个火焰百合两个之间呢 有一点点在上段做一些交错 交错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 不管你给它结合在一起 或者没有结合 那两个之间呢 它是属于 如果我们要来认真的去看这个花 才以造型的角度来看 它是属于线形的花 它是整个这样子 好像有线的这个感觉 但是除了线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折角线 就是我们知道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线 但是这个线我们经过把它折过脚之后呢 比如说我把它弯曲之后 它就会构成这个我们称为折角线 所以我刚刚提到 有所谓的点线面块 那像这个它就是属于 有一点点折角线 折角线的一个应用 好那除了在这个之外呢 我再应用一点点 这样线的一个飘动感 线的一个飘动感 加一下下 所以这个造型花的一个创作呢 其实它也是蛮有趣的 它就是它的擦法就是很随意 那也很自然 然后你可以充分的应用一些 很具有现代的意象的一些 擦花的花材 然后你也可以做比较多的色彩的染色 或者是变化 比如说你可以让它喷出各种不同的颜色 来做色彩的一个应用 那整个创作的过程中 也是很有现代感 然后可以做很多植物花材的 再造生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契机 那我应用一些线之间 给它做一些互相的一个运用 那我们再做一个线 做一点点各种线的 不管是直线曲线跟各种线的一个应用变化 那我现在来加一下下它的组花 我在其中的一个花瓶上面 加上一朵这样的一个组花 让它苹果有一个稳住的一个力量 然后另外的这一边呢 我就不用花 我就用一片叶子 去给它收它的苹果 然后这一片的叶面呢 我让它是由背面 背面做一个后段的面 看一下这个面的应用 那我这个面呢 就收在前段的部分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创作的第二件作品 这个作品呢 我们是应用植物本身的特色 那造型花呢 主要在信念一个学习者 就是一个学习花艺的人 它很用心地去观察植物 比如说这个植物它是属于点的成分 或者是线的成分 或者是面的成分 或者块的成分 那当你会留意到这个点线面块的 花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 你在大自然中 或者说你在插花的过程中 你就会有一颗很细微的心 会去观察你的花财 那在五行中也训练一个学花的人呢 他能够很细腻的一颗心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 插花从最基础的修身养性开始 那五行之中慢慢的也借由 在花中去掌养自己这个无尽的一个慈悲心 那愿此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化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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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 柔软如眠的大词 广阔如海的大悲 海涛法师的大爱 邀您一起共同成就 顾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赴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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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